欢迎收看台湾大搜索之 2020中华民国保卫战选战报道 也是红区分 台湾市第一选区 市里北投过去向来都是蓝大于绿 尤其是之前丁手中在这里拿下了七连霸 没想到2016年大环境的影响 让资深的丁委员也顶不住绿色风暴 栽跟斗 让当时的议员吴思瑶 以95951票超过了50.82%的得票率 踢管成功 北投天母瞬间蓝天变绿地 而这次的立委选举 这里更是一场大乱斗 不仅是有现任民进党籍的立委吴思瑶 要寻求连任 无论党籍资深艺人汪志斌 更兼顾着苏不失徒的重大责任 而另外就连上一次 以无党籍身份挑战新北市议员连任的 雷婉玉都来插旗分一飞登 三个女人的战争已触及了 就是我的兴趣休闲 我喜欢唱歌 我其实是很会唱歌的 甚至大家都知道我的成名曲就是追追追 爱唱歌唱出成名曲歌词里的这句话 狼烟再起 等同点醒陈水众人 艰困的立委审战也要再起 我觉得不错啦 因为唱歌跟人的距离可以很快地拉近 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上台讲话 滔滔不绝 然后讲政绩 讲这个讲一堆 其实下面吃饭的根本听不到 但是你只要唱歌 本来这样很吵杂 我就看到渐渐开始有人开始转过头来 这是多年来耕耘地方的累积观察 深入北投天舞近20年 汪志斌堪称议会里的超级长青树 四届议员稳坐席次 如今离开舒适圈挑战更艰难的国会殿堂 嘿 又看到你了 好 谢谢 谢谢 我没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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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拜票讲话都很霸气 十足像隔壁大姐 街头向尾 烙家常 要不要拿着时间 帮你拉掉 我的色情 尽管年过花甲 但走进人群侧人气 全场全都是钢铁光粉 合照签名来久不去 但最难想象的 就是这个看似飘悍的女强人 私底下竟然有另外一面 来到汪志斌的办公室 隔板后面尽是浓郁的香味来源 都有焦麻的味道 有 有没有 其实那个花椒 花椒是里面的一个灵魂 这里面有筋 肉 这种是最好吃的 筋就是入口即化 这是我们的老汪秘制牛肉面 赞 时尚第一次 真的是独家手铺匡 看似从不下厨的汪志斌 竟然有道超强私房菜 正宗麻辣窗外牛肉面 光站在旁边拍摄采访 不夸张 香味真的很销魂 我今天好贤惠 对 你看啊 都原汁的 都不加水的 这好香啊 来 你们的碗拿出来 拿过来 来 孩子们 孩子们 你的碗好大 鸡肠鹿鹿从中午等到下午 就是为了等上这碗老汪牛肉面 打选站每天都加班 为了犒赏辛苦助理 汪一元变身汪主厨 可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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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好久 期待好久啊 你看他昨天晚上就跟我order 我这一晚九点多就跟他讲说 我要吃 想要给你 小伙慢炖八小时 光之冰的牛肉面 被说是台北市的第一 花椒干辣椒外夹豆瓣酱 蜜制牛肉面 好吃到大火无法自拔 请我妈妈吃 我妈妈还赤之仪 你知道吗 就真的拿给他吃了以后 他觉得不错耶很好吃耶 然后我哥哥也是那种很挑 吃完以后他说 嗯 你这个可以到外面去开店 镜头前完全颠覆问正 女强人形象 幕僚偷偷说 汪志斌是标准的眷存大姐 个性海派爱照顾人 要不是议会工作忙 他每天都会做面类料理 你三百元就跟你讲 隔天还是有人就会买 真的吗 试过的人就会买 你早讲嘛 我因为我也不选了 我就直接开老汪牛肉面店 小城靠卖面 小赚选举经费 事业第二圈成功受好评 但其实这可是一次 人生刻板的寒泪印记 如果没有那2010年的 那一次的落选 我今天没有这个机会 做这样的牛肉面 2010年五度选举 市邻北投议员席刺 厮杀猛烈 当年没过党内提名 好强的汪志斌 选择裸退脱党的参选 结果却是惨烈收场 以700多票不幸败北 事业妇女学会停下脚步 吸收养分 审视各种失败原因 我知道停下脚步 其实还可以发现 很多美好的事情 就像自己的料理 用时间等待 才能收获更多美味 两年后 她又意外获得地补席次 重回议会 连续16年的议员人生 外加一届国大代表 汪志斌的问证 如同他的牛肉汤 很霸道 却很到位 经过你自己个人的议策 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批判 我想请问你 该不该道歉 誓言当个老鹰 严格监督 毕竟投入政界前 汪志斌可是满怀报复的 财经人才 我是拿着爸爸妈妈的 退休金 到美国念书 我没有多待一天 我就毕业完 而且他们跟我讲说 你毕业完你就应该要回国 回到国内来的第一个工作 我就是进入到经济部 那个时候真是一个辉煌的年代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的总统是蒋经国 院长是孙运玄 我的部长是赵铁头 赵耀东 我的处长是黎昌毅 所以每一位都是一时直选 梦幻队伍 所以我经历了 台湾经济起飞的 那个最辉煌的年代 相对于现在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状况 惨不忍睹 看看过去 想想现在 台湾仅二十年的经济惨况 让汪志斌心在淘险 我那个时候 我是负责招商引资的 我们跟国外的这些 要来投资 海外投资的朋友 我们跟他的一个 很骄傲的一个说法就是 基础建设也好 我们的电力 我们的这些 都是很充沛的 我们是用这样来行销 我们中华民国 吸引人家到这边来投资 曾几何时 现在台湾的人 原来在这边的台上 通通都跑到国外去了 把国家视为子女 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汪志斌只希望自己进入中央 挽起袖子 改变一切 然而想脱颖而出 收料工作 就是得力拼第一省区的 为一喜资 来 你们建议来 书雅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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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雅最美丽的 书雅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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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来他们都会送花给我 书雅加油 书雅加油 跑市場如同返鄉探親 走到哪都有熟人 說話嘛 對 拖一下 雖說在立院也是小辣椒一枚 吳絲瑤私底下 卻是愛撒嬌的傻大姐 來到她的辦公室 一秒母愛大噴發 讓咧 我愛愛敬虧 別動我腳 拜託 拜託支持我媽咪 我剛剛養她是去年 10月4號世界動物日 剛回來的時候這麼小 談起自己的狗女兒 吳絲瑤滿臉寵意無限 幫女兒打造專屬房間 讓她每天都能陪上班 你覺得她買得很好的床 然後這是她的紅包 她過鐵到現在紅包都放來著 紅包是狗屎嗎 紅包是錢 繁忙的立委工作 24小時有一半都在這 20歲入行當幕僚 30歲參選北市議員 人生藍圖如同完美規劃 40歲那一年 吳絲瑤出站國會 繞出亮麗 陳吉丹 我父母都希望我能夠是 文藝美少女的風格 那因為我對政治工作 就很有衝擊 別的孩子可能在看 白雪公主 灰姑娘的 童話故事的時候 我小時候都是偷看 爸爸的檔外雜誌 笑稱自己是被政治 耽誤的藝術家 吳絲瑤談起熱愛建築 米美少女心立刻浮現 這是現代主義之父 柯比毅 柯比毅所有作品的一個集結 這是林志玲的爸爸 是我的好朋友 志玲爸爸非常疼我 替我做了一個 一比一的吳絲瑤 藝術畫廊班的立委員辦公室 彌補自己引忘情工作 措施最佳姻緣 美美談到這一段 讓吳絲瑤總對爸媽 個外虧欠 我確實對 家人是很虧欠 因為 我媽媽要跟我吃飯 真的要跟我助理排時間 每年你看 11月27號 吳媽媽的生日 四年一次 媽媽的願望永遠 三個願望都給我 但媽媽最後一個願望 都還是 會嫁 也是要嫁啦 即便對愛情人有憧憬 但吳絲瑤卻說 早將把自己嫁給石林北投 如今立拼勒尾連任 除了立抗實力堅強的汪聚兵 還得應付 昔日同考李婉玉前來踢館 找來柯P分稱蔡壁如 方正台 7日跟雲新北市 李婉玉這回帶槍投靠當刺客 空降北市第一選區 穿上神力女超人裝 除了借助神力大發揮 更望化身 復仇女戰士 民進黨有很多的派系 就是現在呢 只有兩種派系 一個叫做新潮流派系 新潮流這個派系呢 他們就是自己人顧自己人 然後他們就成群接黨的 就是反正就是 不管去做任何的事情 傷害自己的同志都在所不惜 氣氣氣到現在還在氣 回想初次踏入正感 李婉玉曾被綠營 使為超級奇兵 初次選舉 佔進媒體版面 議會性感美少女 不只有工程師 與建築博士背景 耕耘地方 也靠拼示證顧票倉 沒想到卻被黨內同事操歌 混身上 我一直覺得 年輕人來參政是好的 因為他們會少了很多人情包袱 但是沒有想到 就是還是被他的派系 就是交壞了 2018年議員選舉 無黨籍尋求三連任 李婉玉尬上吳思瑤的死地兵 兩屆自立的現任議員 對上出戰政壇的小女孩 沒有政黨屁股的老鳥 意外十足 一張比教表 然後就是我跟他 我的出道就是靠北文南有出道 然後政績他就是什麼太陽花 學校學生會長什麼的 然後我的政績就是喝醉 就是喝酒那種 路邊發 塞信箱就到處發 結果我上次就輸得很慘 好大人大 幹什麼大人 中秋節烤肉 每個行程我都跟你喝真的 然後你 我要先走 你叫我說先走要喝三杯什麼 我就跟你喝三杯什麼 酒醉斷片大鬧中秋 登上附近頭版 讓另外一位形象傷得不輕 我只是因為我太認真 我就是覺得說我好像 要在短時間內 我要跟你交朋友 喝了之後 我完全後來就斷片 那可是雖然說 我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可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說明 我是真的是很認真在跑行程 我之前的幾位男朋友 也是算是一半的公眾人物 或是公眾人物 所以就很容易就被看見這樣 那所以就被討論 就變成好像緋聞 不止社會輿論放大檢視 就連昔日黨內同志 也把他的感情拿來攻擊 如今戒酒 學教室 李婉玉誓言 揮別斷片一元封號來學吃 一個選區三個女人 目標一致搶攻一席 回顧2012年 丁守中以55.65%得票率 幾下當時披上民進黨戰袍的自身藝人楊烈 但2016年民進黨大獲全勝 無效以50.82%得票率 讓士林北投七連霸的丁守中 只能讓座 這一回究竟是師徒光復 還是席次保衛 又或是刺客戰勝 選戰煙銷早已狼煙刺棋 總統蔡英文的顧向屏東 每次遇到了選舉 總是綠油油的一片 藍營戰將王進士 也曾踢過鐵板 2016年第九屆立委選舉 民進黨推派中嘉賓 爭搶屏東立委席次 狂掃了76204票 以將近8000票的差距 打敗了國民黨的王進士 讓屏東三席立委完全綠化 而在四年後 屏東這塊綠色硬磚 似乎出現了裂痕 民進黨才剛推出了中嘉賓 立任龍頭蘇嘉全的太太 卻不顧選情 堅決退黨也要參選 上演了黨內互打的戲碼 替韓國瑜子弟兵葉壽山 製造了空前大好機會 因為屏東這次 從三席立委檢為兩席 其中屏東市併入第一選區 而葉壽山正是前屏東市長 有過去政績加持的優勢 但是紅橫豬又突然說不選了 綠銀擺平自家人 打自家人的困境嗎 屏東的這一戰 藍綠誰會勝出 精彩可奇 姐姐 好 謝謝 我們是一定選你的 謝謝 那拜託 選民都像他這樣子 我就當選了 所以後姐姐又一口哥哥 嘴巴甜得像蜜桃 葉壽山自取屏東葉小弟 韌響 施難殺手 這不是我們找來的喔 他有沒有投票權啦 在綠大與藍的選區 琴跑基層 彎腰敗票 還得有高EQ 我愛從動作 他們是動作 所以我們為什麼盡量不要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我們有責任 要讓社會要和諧 三句不離包容 韓國瑜的口頭禪 成了葉壽山的最強武器 葉壽山在平北地區 第一選區參選這一席 過去沒有贏過 這一次我們一定的 他能夠贏好不好 好 一 葉壽山不順 葉壽山不順 高掛韓國瑜子弟並關懷 卸下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 投入屏東縣立委選舉 對葉壽山來說 不是空降 而是回到家鄉 因為我從小就 屏東小孩 我剛才在大堡 人家又搭家又搭家 我們以前大家族 就住在屏東 所以這裡對我來講 是很熟悉的故鄉 小孩想為我們阿公跟我們爸爸 他們都煮香蕉 除了煮香蕉也受香蕉 那時候台灣的香蕉 都是笑到日本去 長輩只盼下一代有穩定工作 不用再看天過日子 葉壽山考上國防醫學大學 抱了鐵蓋碗 一路拿下生醫所博士學位 多篇研究論文 更說服全民健保的起草原 當時的台大醫管所所長楊智良 成功推動軍人納入健保 也成了敲響他原生的行蹤 這樣的政策的推動的一個時候 就很自然的就覺得 想要回到鄉地方來服務 所以就回來就參選藝人 先斬後奏 毅然拋下學業回家鄉 一年選上一屆新藝員 兩屆屏東市長 更是國民黨主推的親眼君 當年葉壽山為了推往屏東 什麼都敢做 我發現我是不是有去告知 2 1 加油 加油 職位對我們來講 沒任何的感覺 就是這個職務 這個職務到底 我們能夠幫社會做什麼事情 並著摩羯座的吃苦性格 葉壽山公公阿走 不僅借出屏東市的飛航境界 完成南台灣第一座 國民運動中心 網社多功能運動公園等 一連落實了十一項政策 卻因為太拼罹患肝病 連任兩屆屏東市長後 站別政壇 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下 然後長期的今年累月 沒有一陣子傳聞我已經過世了 讓他們看我都沒有出來 對啊 其實會在出來參選 我想也是因為我們的社會 政府留將的現在的社會情況 給這代的年輕人 對這代的社會的年輕人 是不公平的 開出硬底子的正機牌 軟性的網路聲量更得推 這是五年級後段班的葉壽山 另向優勢 慢慢用前驚 有命不是鐵竹竹 只要用心來打拼 一定唱出葉壽山 對呀 競選團隊全是小鮮肉 平均年齡不到22歲 向創意出幾周 畢竟葉壽山的對手 是實力堅強 擁有現任立委優勢的 鍾嘉賓 像屏東內埔 尤其鍾又是大姓 鍾在美農 在屏東內埔都是大姓 看到我姓鍾 就用客家話問候我 那後來我就必須要解釋 我說我是不會公喊發的 憨你 天生的客家DNA 加上深耕地方 讓鍾嘉賓在2016年 第九屆立委選舉 以76204票 打敗連任兩屆立委的 國民黨老將王進士 雖然只是險勝7300多票 卻讓屏東三席立委 完全綠化 因為有人會說 我這種是外生子弟家庭 當然他在認知的 很多社會價值 或者看法想法 會比較跟執政黨 所要灌輸的是一樣的 但這在我們家不是 二戰時候的流亡學生 就是他在青春 青少年階段 求學的階段 是因為戰亂的關係 到處跑 這個政治的東西 是有高度風險的 傳承父親對時政的批評 鍾嘉賓從小就喜愛思考辯論 大學讀的是台灣第一學府 更是野百合學生運動領袖 譬如說那時候我參加的 就叫做大陸問題研究社 那大陸問題研究社 在那時候的台大眼中 就是問題社 下面的學長是林佳龍 我下面的學弟是鄭文燦 段儀康高我一屆 攤開政治資歷 行政院文建會參試 民進黨副秘書長 國大代表 屏東縣副縣長 中央到地方歷練完整 在地園還給他取了一個 趣味外號 乾脆騎著行動攤車送咖啡 打完自己名字的台語嫌梗 中夾咖啡 不過他這杯咖啡 卻陷陷陷被同黨同志打分 退出我以前想起的民進黨 洪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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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長蘇嘉全的太座夫人 洪恆珠在2019年10月底 大動作成立競選總部 偏偏要搶的就是 黨內同志中嘉賓的 屏東第一選區 以莫東傑的新婚 都有這次 屏東館第一選區 立法委員的選舉 個人反對我太太的參選 郭吉良唱雙簧 管他民進黨推派的是中嘉賓 也不惜和黨中央撕破臉 更不在乎兩名相爭 可能導致綠營丟掉一個席次 讓藍營得力勝出 蘇貞欽沒有回來選 我是一定會參選 洪恆珠口中的蘇貞欽 是丈夫蘇嘉全的侄子 明明知道民進黨已經推了人選 卻還要跳出來攪局 外界要不聯想 背後是蘇嘉全受益的都很難 就是用這個洪恆珠 出來跟中央來討論下一步 這個等於說都是談判籌碼 蘇嘉全這次連不分區也沒有 所以對蘇嘉來講 這幾乎是必須一定要戰的一頁 問題就卡在屏東選區重劃 三席減為兩席 原本第一選區的蘇正清 以及第二選區的中嘉賓 爭搶重劃後的屏東縣第一選區 最後蘇正清立讓中嘉賓 退出初選改為爭取分區 政治本來它就是一個不斷地去 經過磋商取得共識的過程 他有時候沒有承諾過嗎 不會吧 蘇正清公開質疑黨主席的這句話 曝光了當初與黨中央談好 力讓中嘉賓的條件 沒想到一個月不到 蘇正清被週刊踢爆 透過女助理當源頭買股票 涉嫌掏空公司 根本就沒有什麼密約 我正不知道什麼叫密約 有的話就請他們秀出來 看什麼叫密約 蘇正清因此調出 不分區安全名單 這才讓蘇嘉急得跳腳 他們其實是用紅橫豬來做一個下個棋 然後要衝擊的是第一個屏東第一選區 基本上蘇嘉班在屏東 是有它的既定的勢力 而且有它一定的資源 這把燒進民進黨中央的地方之火 背後助燃的 其實是黨內派系之間的角力戰 但中嘉賓已經卡進這個位置了 所以這是新潮流系在培養 新潮流系在民進黨內 幾乎是犯了很多的重度 所以其他派系常常會聯合起來 要跟新潮流對概 這中間牽涉的是 整個派系的力量延續 還有資源的實際的分配的力道 這場分裂鬧了整整七個月 乍看之下 最終是蔡英文的一通電話 才讓這場屏東綠色之亂 畫下句點 她非常的誠懇的 懇切的希望 我可以以大局為重 蘇嘉全院長在屏東縣過去 是我們兩任的老縣長 那她在屏東重振 可以說她的重振生涯 都是從屏東開始 因此我們當然會希望說能夠 包括把這樣的力量都整合進來 我們屏東的女兒在這裡 洪漢豬退選不到一個月 蔡英文回防屏東輔選 修補裂痕 蘇嘉全 蘇正清 中嘉賓 跟莊瑞熊抬上攜手排排站 激勵營造團結氛圍 因為為了給蘇正清一個位置 動了屏東二選區的立委莊瑞熊 把莊瑞熊排入不分區的安全名單 而蘇正清改去選 莊瑞熊要選的第二選區 但這個選區 民進黨不提名也不爭招 讓蘇正清以五黨籍身分參選 把這個政治的戰鬥力 發揮到林李竸市長 非常好 州主席也非常用心 洪恆豬這樣鬧了一個分裂 對於民進黨是絕對不利 清潮流的所謂的這個 中嘉賓 在地的屏東人 洪恆豬這一股勢力 背後是蘇嘉班 是不是全心全意的抬腳子 就值得看了 過去小黨將來在屏東 沒什麼空間更不受矚目 但這次有人體術超級支撐的蔣月會 假的選區議員最高票氣勢 加入戰局 綠營期待修補一度分裂的傷口 夜收山也有韓國瑜鐵粉加持 藍營這次似乎有機會翻盤 屏東縣第一選區立委選情 在各方政黨搶攻之下 有意參選人數將近10人 而這樣的第一選區 一半人口的屏東市 因此成為一級戰區 所以中嘉賓跟夜收山 在第一選區 已經是一個比較緊張 屏東市過去是在國民黨 當市長的時間是非常長 它是算是比較藍的區域 夜收山是機會空前的好 選區重新劃分 加入了藍選票較多的屏東市 加上有蔣月會來搶中間選民 他吃掉哪個陣營的票越多 另一方就越有勝算 蔡英文 蔡英文 對中嘉賓來說 蔡總統的故鄉不可丟 在夜收山身上 韓國瑜子弟兵的光環不難滅 這不僅是地方立委選舉 更是一場總統候選人 面子之爭 去年九合一大選 侯蘇大戰營燒到了2020 上一屆角族板橋第六選區 立委大敗的林國春 這次卷土重來 誓言要斷了蘇貞昌第一愛將 張鴻露的連任度 而幾屆出身的林國春 這一次立委黨內初選 還是由景大學長侯友宜出面 勸退了資深戰將周勝考 讓他可以順利地出現 與侯友宜的基地關係 也讓志義被稱為是 侯蘇戰2.0版 而張鴻露的實力更是不容小距 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資歷完整 又有現任的優勢 因此林國春最為請來的大學長 李昌玉替他站台 李昌玉的原配宋妙娟 在2017年定世隔年 李昌玉迎娶了小18歲的大陸企業家 臺灣大搜索國家追訪李昌玉夫婦兩 剛好是兩人結婚一週年的日子 你來這裡接嗎 你接國中好 板橋立委候選人林國春 在人多到滿出來的競選總部 忙進忙出 龍昌羅斯 你好 大家好 李夫人 你好 原來大家等的 就是有華人神探之稱的 李昌玉不是 來 趕快排隊了 來 簽一本了 來 李昌玉協同新婚太太 一起現身在林國春的場子 人手一本李博士的新書 把總部變成一場小型簽書會 那年輕的孩子 現在長得這麼大 那時候我就看他工作非常認真 長得人又非常精神 很帥 拍拍林國春的臉 讓51歲的林國春 瞬間變成靦腆的大男孩 兩人同是景大的學長學弟 李昌玉已經三度為他來站台了 林國春當選 不管是2016年 林國春首次參戰立委 或是2018年 挑戰四連霸新北市議員 大學長李昌玉 都曾出面替他畫瞎 更直接錢戶擠到林口區 公開表明要投給侯友宜 市長一票 以次幫兩位景大學弟 拉攤紳士 因為曾任美國康州警政廳長的 李昌玉 認為警察從政才能掐到七吋 改善治安 吸毒人員我一直希望說 我們一定要成立毒品法院 專責的毒品法院的法官的話 至少這些吸毒販毒的人 他都認識 第二次的時候 我可能第三次的時候 我可能加重其心 就不會像我們台灣 這個毒品這樣子的氾濫 先前就打出杜絕台灣毒品的陣劍牌 這次林國春惡多出馬 要站立委席次 剛好又逢李昌玉 和第二任太太一同出新書 順水推舟 舉辦藝脈書活動 讓競選氛圍拉到最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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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曠從美國回台 從新書發表會 簽到選舉場 再簽到下塔飯店 李昌玉一刻也沒停過 你手痠不痠啊 痠啊 年過八旬 李昌玉還是調皮開朗 他接受台灣大搜索獨家專訪 系著印有彩色手掌的領帶 彰顯見識專家的身分 看起來更加回春 太遊戲了吧 要慢慢做 不要不要 和我們談起他的童年 在台灣北中南搬家的記憶 卻被緩緩走來的太太給分神了 因為家境不好啊 來吧 坐在旁邊 採訪當天 剛好是兩人結婚一周年的日子 問到李博士要送給太太什麼 愛就是 就是最大的禮物 為什麼 阿弟要陪著 要 這個是 這是我的禮物 就是成為他的夥伴的重要的一個 堅持要別上專屬李昌玉的徽章再受訪 63歲出身中國揚州服裝企業家 兼作家的蔣霞萍 2018年底和李昌玉在美國康州晚婚 我約與君相君 兩人當時的撰戒還是用畫上去的 婚禮上李昌玉一兒一女 還有蔣霞萍和前夫生下的兩個兒子 都來參加祝福 這段相差18歲的黃昏戀 一開始李昌玉飽受批評 因為和他竭離55年的妻子宋妙娟 2017年7月才病逝不久 隔年他就和蔣霞萍結婚了 上天派我到你身邊來 一定是帶著使命來的 全世界那麼多的人愛戴你 為什麼你最終選擇了我 蔣霞萍2003年和李昌玉夫婦 在中國大陸一場商業活動結世 同時也是作家的他 更曾把李昌玉調查的案件寫作出書 在宋妙娟過世之後 擔心博士一個人生活 特地從波蘭飛到美國 擔任李昌玉的特助 我是非常體貼的 非常了解人心的 現在你現在想什麼 他想什麼 他都會知道 我都會知道 從事監視工作多年 李昌玉不是不懂 蔣霞萍對他的崇拜愛慕心意 妻子走了以後 他曾對媒體透露 一度難過到想要出家當和尚 卻在80歲遇到了第二春 互相照顧依偎之下 才走出喪氣之痛 很多人都問我說 我是從事的這個工作 每天都跟死神打交道 他一定是不是很無趣 很什麼 我說你都錯了 他的心中 永遠是嚮往著一份美好 非常的浪漫 個頭嬌小說話卻抗腔有力 講蝦品的故事也很精彩 他和第一任丈夫分開後 40歲創業 從一家只有7個員工的 毛皮布小工坊 做到全中國排得上名的 進出口服裝企業 成為世界品牌生產供應商 現在他甘心當李昌玉的小女人 洗手做羹湯 他有堅強的一面 也有很溫柔的一面 我們有個小院子 我太太去世之後 我就不想走了 他一定要先死 而且給菜圓更大 我們菜都吃不完 而且我把那個菜圓分了五塊 我說第一塊是台灣 第二塊是揚州 第三塊是乳膏 第四塊是什麼 五個菜圓全部命令 兩人結婚後 現在一起定居在美國康州 斥炸在大陸揚州 商場上的蔣霞萍 從小粉絲晉升成李太太 滿是意外 我從來沒想過 有一天會作為台灣媳婦 台灣媳婦在這裡 成為李承煜最重要的女人之一 蔣霞萍也沒閒著 更把丈夫在床邊 分享給她的精彩偵查故事 寫成一本書 在結婚一周年前戲來發行 宣傳期 回到故鄉 痛巧遇到學弟林國春 再戰立委 有了世界級的 行事見識專家 現身站台 更帶著新婚太太 一同出席 讓同事警戒出身的林國春 搭上順風車增填話題 其實在議員 在地方上的選民婦 大概大同小異 我們都有任有餘 但是中央牽涉到 我們要去捍衛一些家庭的觀念 教育的觀念 還有毒品的 我們要怎麼去防治毒品呢 和上屆一樣打出治安立委訴求牌 關注毒品還有治安議題 也是李昌玉願意站台的原因 從他要角逐的板橋立委 第六選區來看 先前是由曾任板橋市長的 前國民黨政策執行長林洪池 連任三屆立委 藍大於綠 但2016年 藍營改派林國春 卻大出民進黨市議員出身的 張宏露將近兩萬票吞下敗仗 票開的不是我們預期的理想 那我們也尊重我們所有板橋 所有選民的學者 歸別一埋 2020林國春再歸期 挑戰對手林任露 希望夾帶寒流氣勢 一舉得勝 我們部分子呢 他如果以過境台灣或什麼的 我們會借到情資 然後呢會去對他加以監控 和林國春的警察排隊打 張宏露其實曾任職於配合國家安全系統的 行政院反恐辦公室副主任 打人民安全牌 不見得會軟趴趴 張宏露 而板橋人口超過55萬 是新北市29個行政區最大票倉 中間選民比例高被稱為搖擺區 2014年國民黨氣勢總弱 市長選舉朱立倫總票數 慘勝選劉柏游錫坤24528票 光是板橋 國民黨就輸了1萬4千多票 再來看2018年市長選舉 民進黨聲勢下滑 侯友宜大勝蘇貞昌29萬票 其中板橋就贏了2萬2千多票 司法的改革我們也要做 司安的改革都要做 回推張宏露的過去 從蘇貞昌當立委的時期 就一路跟隨在身邊 蘇貞昌坐上台北縣長 還有行政院長的位置張宏露也都在兩側 還曾是板橋市代理市長 堪稱是蘇貞第一子弟兵 所以2016年他才當兩任議員 首次轉戰立委就成功達政 可見政治燃脈深厚 因此林國春惡度挑戰張宏露 絲毫不敢輕敵 今年3月我們就開始打主軸了 今年3月開始打主軸的時候 我們就說你的親戚朋友 可能我沒辦法接觸到 你可以特限10個人20個人30個人 這個部分我們一一的 一一的運作到現在 大概有6000多多筆資料 早早就開始布局陸軍 要把中間選民的票搶過來 奉利奉帥 2018年市議員選舉 當時還是新北市長候選人的侯友宜 聯手李昌玉替林國春背書 助攻拿下板橋區最高票 35800多票 加上這回在黨內立委初選登記階段 侯友宜就又協助林國春 勸退市議員周盛考來競爭 奪下2020板橋立委這個席次 林國春勢在對席 紅綠這一席很重要 同樣的 新北因為是人口最多 席次最多也很重要 那麼從這場戰役來看 張紅綠是蘇貞昌嫡系愛將 板橋第六選區 就像侯蘇大戰的延長賽 暗自較勁比氣長 蘇財院長有很多的污點 但侯友宜給我很大的一個加分 而林國春2018年才爆料 他擔任台北縣警局電腦組組長期間 經手蘇貞昌女兒的護照失竊案 發現蘇貞昌家中同時有 180萬現金被偷 卻絕口不提 院長林國春他質疑說 你當初沒有解釋清楚 謝謝 林國春懷疑蘇貞昌有鬼 煙消未濃厚 大選倒數 黎昌玉夫婦又同行讚蝦 快閃去預選區拉抬人氣 而反觀張紅綠帶著現任優勢 兩方持續激戰 蘇貞昌2.0 就看盜死誰守